新闻红楼市由八卦镇与十字架造型建筑而成的 据传是当地人为了震煞作用 而就在附近的新生戏院 当时诡异传闻不断发生 还一度被当地人冠上夺命戏院的称号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戏原1966年1月19号 西门町发生了光复以来最大的火灾意外 当时正值农历年前 许多人正在扮演过 不料意外来得太突然 居住在西门町60多年的黄永泉 回忆当时景象触目惊心 有几个女孩子就拿着手帕在窗台上面摇晃晃晃 摇晃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摇晕机车还没到 结果他们可能受不了就跳下来 楼下这边看到大家都喊人大声 这栋六层楼建筑设有百货 餐厅新生戏院 以及当时最火红的 屋厅万国联谊社 其中三四名小姐疑似耐不住高温 选择跳楼脱逃 其实那个时候 大概初中我捡台北市的小马车 我看了好像三四步 大火炎烧将近六小时 疑似是电线走火 破瞄从四楼迅速窜出 楼梯遭大火截断逃生更加困难 当时酿成三十一死 二十九人轻重伤的惨剧 但这并未影响周成玉树家族的电影事业 西元1967年新生戏院 改名为新生戏院东山在琴 重新开幕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人其实都蛮 蛮Q的 蛮在意这些事情 所以刚开始都演一些比较 能够压压惊的电影 像有一部有那个关公 叫什么关云场 那个电影就在新生戏院 就是一些可以能够让那个地方 能够压一下 因为毕竟死人嘛 到戏院看电影是当地人 最大的休闲娱乐 看似盛款空前 殊不知诡异事件接连发生 其实陆陆续我们在这边 都陆续会听到一些去看电影的 有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们去看新生戏院 一定不敢坐在后面的三排以后 因为他们是说三排以后的话 就会很恐怖 有时候他们会说 有人在后面剥女生的头发 那有人就是说 那个肩膀上好像有重重的在压力 还有一些后面好像没有人 都会有一些突然奇怪的声音产生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肯定 都不敢坐在后面三排以后 其实那个地方的厕所 你知道有那个镜子吗 以前的厕所又不是说 像现在怎么样的干净 女孩子都不会在对着镜子 在那边稍微化妆一下 都不太敢化 因为他们是说有在镜子的反射后面 就会看到一些白衣女鬼 红衣女鬼之类之类的 1980年代恰巧碰上恐怖片盛行 受到国外影响 台湾开始自制恐怖片 在各大戏院播放 其中鬼架这部电影 一只手从马桶伸出来的画面 造成许多人不敢上厕所 让不见天日的电影院气氛更加阴森 戏源1988年 信生戏源再度发生火灾 加上灵异传闻不断 西门电影产业开始没落 警戒而来MTV CD时代到来 新生戏院大楼转型百货失败 暂时停业 两场大火影响深远 一度被冠上夺命戏院的称号 直到现在大型连锁KTV进驻 怪事依然平传 我有几个认识的人 在里面放带子的 他说明明那个带子有在放就有声音 结果包厢里面说 就是没声音只有影片 然后再来就是说 群体里面唱歌 他们最好都不要自拍 他说自拍的话 自拍群组自拍 你会不会移动的意思 在你的后面 那再来就是里面的那个员工常常在唤 原因就是说他们唱歌的时候 明明那个包厢的人全部都走了 那个工程生经过 还会看到里面的人还在唱歌 那还有就是经历打扫的时候 他们会查那个电视的那个精神 都在电视里面看到后面有人在 那边后面走来走去 然后再来就是按那个服务领 按服务领之后 结果服务生是从厕所的门跑出来 再来就是说 台湾的钱贵这么多家 就是打打杀杀的 就是这家也是最多 尽管闹鬼传言不断 西门丁依然是现今年轻人流行的时下广场 KTV的进驻终结了30多年夺命戏院的称号 虽然环境复杂 但多年后的这里没再发生其他重大意外 依然还是台北市的繁华地带